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希杰 诶,你听说过一房两脉吗? 我在美国做房地产近30年 我一听到一房两脉 我就想到这一定违规违法有诈骗的嫌疑 今天呢,我接到了一对年轻的夫妻 从娇姐打电话给我 他们讲了,在娇姐那边呢 他们买了一栋独立房 自从买房以后啊 步步惊心,处处都是小的骗局或者是陷阱啊 让他们非常担心,也非常焦虑 所以呢,我今天把他们的故事分享给大家 也希望大家用你敏锐聪慧的经验 来给这对年轻的夫妻做出你很好的建议 让他们或者是跟我们一起来借鉴 大家在买房中间 怎样避坑,怎样房子这些骗局啊 整个的故事呢,有五点啊 第一个,也就是一栋独立屋 地很大,超过五个额壳 价钱呢,不是很贵,十几万 第二个呢,产权呢,是两个人合合买的 那么这两个人合合买就牵涉到两个家庭 第三个,房子里面呢,有租客居居 第四呢,整个这个房子的前屋主呢,是有房地产 执照的,也是房屋的管理人 第五,也就是这个前屋主在把这栋房子卖给我们华裔的同时 他又收了这个租客卖房的押金 说把房子卖给这个租在这个房子里面租住的人 哎,这里面很繁杂 现在我们大家来好好听一下这对年轻人从买房以后多么繁琐的一个故事 你好,谢谢 哎,你好,你好 听声音很年轻啊,我接 还行吧 我看到你的电话号码跟我差不多 对,我是从洛杉矶过去 哦,行,行,谢谢你 哎,你现在怎么在九九亚那边呢 在小面工作嘛 哦,太好了,太好了 我其实那边的房价呀,生活圈呢,我也喜欢 但是我主要在洛杉矶我也就,我岳父他们都老了 我就离不开,嗯,喜欢那边吗 还行吧 还行吧 这个气候比较可以,就是说冬天不是还冷吗 嗯,是 我就喜欢这样的气候,太冷了地方也不喜欢去 是,是,是,对 对,啊,你跟我说就是在你们买房中间出现了一些小的问题啊 就是非常奇葩 不是小的问题,很大的,很大的麻烦 哎呦,麻烦你跟我们讲一讲 嗯,是这样的,我老婆是去年2月份的时候 因为之前他是和一个美国人合伙开店嘛,嗯,就是在那个地方,就是和老外一起合伙开店 然后呢,老外说他有一处房产,就是我给你发那个照片,斯坦斯坡那嘛,就是离我们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很近的一个,斯坦斯坡那一个小城镇,就是有一处房产嘛,有五英文的土地 他说是,呃,15万卖给我老婆嘛,我老婆没那么多钱,然后呢 正是店里面有个员工,也是中国人嘛,嗯,然后他两个人,一个人7万5,就把这个房子给买下来,嗯 买下来以后,就是说说,4月份的时候就,就是说这个就签合同嘛,2月份叫着钱嘛,4月份签完合同了以后 就拿到钥匙了,嗯,就拿到钥匙了是吗 嗯,不是,这个房子原来是有租的,就是有一个美国人带了五六个孩子在那地方租住的 哦,所以这个房子就一直租给他,然后呢,每个月拿着租金,他两个人一个人一半嘛,租金,一千,一千七百多 嗯,然后一个人一半的租金嘛,就拿着,然后呢,到了就是,就是去年二三年的4月份,就是说这个房产就欠合同了嘛,嗯 然后呢,好像是7月份左右的时候,这个美国人就说,说这个房子可以卖了,然后呢,15万买的这个房子,19万六卖给他,就是说你们还可以一个人挣2万多块钱嘛,嗯 嗯,然后呢,就签了一个买卖协议,嗯,就卖给就是,现在就是说,就是说之前住房的这个人,这个美国人,是一个女的带了几个孩子在那里住的嘛 然后呢,到了今年的6月,写的这个日期是,今年的6月17号之前,他要买这个房子,就是说是允许他的这个日期之前,他买这个房子 但是呢,这期间,就是说是,一直就没买成这个房子,要么就说就是,这个美国人没钱,要么就说他生病了,要么就说他找他朋友帮他贷款,结果又没贷下来 嗯,就是种种借口,种种理由吧,这房子到6月17号就没买成 哦,你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太太跟另外一个人是去年,啊,三月份买的,然后七月份,就是在加多2万多块钱,19万,又准备卖个租住到这个房子里面的这个美国人,对不对 对对对,不是,就是说是,一个人,他是一个人能挣2万多块钱嘛 嗯 15万,19万,6万,卖给这个现在租住的这个美国人 哦,就是你太太跟另外一个合伙人,两个人就可以一个人赚2万多块钱,就19万6,就卖个租住在这里面的这个,啊,租客 嗯,对对对 但是到现在,他们就是一直买不下来,贷款贷不下来,是吧 到6月17号,就是说这个房子就没买成嘛,没买成的时候,然后呢,我就跟我老婆说,我说这个房子如果说他买不了的话,我们就留着,留着这个房子,我们把这个钱付给那个另一个中国人嘛,就是说这个房子我们就留着 对,你就变成全部产权了,啊,对对对,然后呢,这个美国人呢,他就从中一直在做个,因为他,他,他,他也是一个中介,就是他,他有没有知道我不知道,但是他也是,他说他自己有100多套房产,他也是,也是搞这个房地产生意的,嗯 但是呢,就是说是,6月17号以后呢,其实在之前我们也跟他提过,说我们这个房子不卖了,我们想着买,想着自己留着,因为我们作为房主的话,我们可以有这个权利,我们不卖这个房子,我们自己留着这个房子 但是他就一直就不要,说是等到6月17号,就要等到6月17号了以后,这个房子,那对方还是没有钱买,那我们就告诉这个美国人,就是这个房子我们自己,自己留着 但是呢,他就从中在做个,一直就,种种种理由吧,嗯,就是这个房子我们就,就是说是买不成,但是,其中有什么原因的话,我们之前是不知道的,嗯 后来就是说是,发信息,一直沟通沟通,应该是在上个月,上个月还是大上个月,就是说是,因为我们一直觉得这个房子,好像是,其中就是有什么问题的里面,是 就是发信息给他,然后呢,过他逼急了,他就说,因为这个房子之前是他管理的,每个月,他给我老婆和另一个中国人房租嘛,嗯 就是,那个原来的房东,把给他,他每个月还收150块钱的管理费,嗯 嗯,然后呢,就是说是,一直就种种理由的话,就是,好像就是在阻拦这个事情 那我们就,经常跟他沟通,给他逼急了,他就说,这个房子我不管了,你们爱怎么弄怎么弄,我不管了这个房子,我也不给你们解决了,因为我们这个房子是,9月31号就到期,8月31号就到期,租房合同是,8月31号到期,呃,一年一签合同嘛,这个,这个合同也是他,找我老婆和那个,另一个中国人签的这个租房协议嘛,嗯 但是,没有对方的名字,我就想问一下,这个,这个租房合同的话,租户需不需要签字 租户必须签字,租户有可能是他夫妻两个的名字,或者是,租客一家满过18岁以上的人都要签字 或者是,他们是用公司的名义来租用这个房子,然后这个公司的经理来签这个字,必须要签字的 哦,但是呢,这个合同,这个这个租房合同哈,在我们手里的合同是,对方那个租户是没有签字的 没有签字,就是不成效的,嗯 你知道后来就是说是,因为因为另一个中国人他嫁了一个老外嘛,老外的英语比较好 我们之前的时候也老是想着跟这个租户去沟通,嗯 但是租户就不接电话,你发信息他也不回,我们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后来就是说是,这个美国人他说他不管这个房子了 也不给我们你收房租,一切的事情用我们自己来处理,嗯 然后呢,这个老外,就是这个中国人嫁给老外这个老外 他就想办法就跟这个人沟通,就是租户沟通,嗯 那个租户他说,他在23年的2月份就跟这个,就是之前卖房子给我们这个老外签了一个合同,嗯 说是到2026年的2月份之前,他有权是,呃,22万7 十几万6 不,他写的合同是22万,他写的合同是22万7买这个房子 就是说买这个房子,嗯 三万一千,三万一千几,三万一千四,嗯 三万一千四,就是说,就是说这个房子,将来他他他买的话 再从那个房款里头扣出这个钱,就是他,他写的是,交的是押金 OK 啊,不是说购房的首付款 他是购房的押金,是吗 嗯 那他这个,这个就有点一房两卖 你们在2023年2月份跟4月份把房子都买到手了嘛,是吗 对对对对 你把钱交给了谁 就是卖那个,卖给我房子的老外呀 你们没有经过公正公司或者是律师行吗 就是签合同,就是4月份签合同的时候,然后才在那个,才律师签字嘛 但是那时候我们钱都已经交给他了,我们也没打签条,因为都相信他,都熟悉他嘛 哎呀,那就是律师那边,就是你们办完了所有买卖房子的 嗯,手续以后,产权有没有拿到 产权是我们的,但是那个房产证,我没有拿到原件,只是他发了一个连接 给我们,你印出来了吗 啊,对,有附件 OK,附件上面有钱屋主,跟你,还有你合伙人,两,就是双方的名字 你看到这个房产证,就是这个产权的这个,啊,符印件上面有没有大家的名字 有我的名,有现在产权是我俩的,这个确实 OK,然后上面都有你们当地县政府的,就是盖章,对不对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因为这是通过律师签的嘛,我看一看,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有没有律师楼的律师签字,跟律师楼的章 有,这个有 这个房子在网上查的话,是我老婆和另一个中国人的名字 OK,太好了,太好了 这个呢,就是说,我们现在不管以前的周克,跟你这个管理房地产经纪人的关系 这个房子是你们的,那么他那个原则上应该是属于诈骗 一房两卖 但是现在是这样说的,就是房子到8月31号了,我们跟他签租发协议 他不签,他说他只承认,他之前2023年,你看等会儿,2023年 我们是到8月31号,我们是提前一个月,7月30号,我们就通知他,这个房子我们不租给他了 然后我们想着收拾,因为这个房子有好多地方有毛病,我们想着要收拾 然后他才回复我们,他说他不会搬出去的,因为他一定是,他交了一部分钱 所以我们才知道,就是他交了三万多的那个押金 嗯,这个没关系 我们就想着,因为我们有可怜他,觉得孩子多,他又有病 我们想他要想着就租吧,就到2026年也可以 但是现在他又不和我们签那个租房协议 原则上来说的租房协议你到期以后呢,就变成month to month 一个月一个月的了,他只要交周金,应该就没有问题 对 但是现在哈,我是怀疑,就是那个原房东就是卖过房子那个老外 他给我们签的那个第一年的购房,住房合同 可能也没通过这个人,这个人也不知道 就现在的住房,他也不知道 因为当时只有我们俩的签,只有我和那个,我俩买房的 就是我俩的签字,就是那个没有他住户的签字哈 嗯,然后就是那个购房协议,就是给了他一年到到 今年6月17号截止就是购房合同哈 让他到6月17号就是之前可以买这个房子 以后就失效了,就他永远就是说不能买这个房子 我们也不卖了,我觉得这个合同他也没给他 这个合同应该都已经失效了,对 买房,这个周客跟你们买这个房子的合同应该也都失效了 那么就是说他们周客又住在里面,周约到期 他们又准备买这个房子啊,就是19万6 这个合同应该也到期了 所以都没有,就是说购房合同啊,已经没有用了 那么现在你们是产权人,是屋主,你们有权利 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房子要大维修 或者是第二个,你们要搬进去住 嗯,那么呢,就请他们搬走 如果说他们不搬走,我们就只能够请 那个驱逐律师,帮你们把这个周客驱逐去这个房子 但是现在,你听我说,现在牵扯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那个我老婆的另一个合伙买房的人 她说她拿不出钱来找律师,她说她自询了 要花一两万块钱,来做这个事情 她说她没有钱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都在处理这个事情 所以说她的意思是,能租给她的话更好 或者说到2026年2月份,如果是对方买不了这个房子 那再去处理这个事情,你觉得这样可以吗? 嗯,ok,这里面呢,所以大家在买房的时候呢 尽量不要跟人合合来买这个房子 这样就牵扯到,到时候你们卖这个房子的时候呢 就是说,你们双方两对夫妻,这里面四个人都要签字 这是一个第二个,如果说这副租客 从现在还是一个月一个月的交这个租金 到2026年也还可以 只要他把租金交上来,不要太刁烂我们这些屋主 这样就可以 但是你要知道呢,如果这个房子有很多的问题要修缮 然后这个租客在买房或者租房中间呢 也出现了这么多的条条框框呢,他们心里呢 应该也是不开心的 那么这中间他们会不会再继续交周金 这不知道 像一般我的客人呢,他们觉得就是到了这个时候 然后房子的要做大的装修 那么呢,就请他们搬走 出一两万块钱 来把他们以微信驱走去房子呢 你要知道这个费用是全部可以抵税的 因为你们每年出租有交税嘛,是吧 嗯,所以你这个律师费 虚感程序的费用是全底的 但是现在你说他不和我们签合同 然后他说他只要保留他原先和那个原房主的那个合同 你觉得他有效吗?他2026年的2月份之前他买房子 这个合同有效吗? 2026年前还都在你这边吗? 对啊,他的意思是他不走 他要2026年2月份之前买这个房子 他要执行和原来那个人的 就是那个美国人的合同 他凭什么买这个房子呢?你都不同意他 他又不是屋主,你是屋主啊 他为什么还想买这个房子呢?我不卖了 他现在就是耍了 因为他觉得他交了31400块钱 那他之前还说过,你把这31400给我我就走 但是这个钱不是我们拿的钱 这个证据上面呢,不是你们签的字 搜据上面不是你们签的字 都是另外一个管理人员签的字 那么这里面呢,他可以去找那一个管理人员 要回他的钱 你们是屋主,你只管你这一块 对,我把房子收回来 嗯,然后我们自己装修 我们再出租,或者是自己搬进去住 都可以的 你要给你的合同人讲好 这些所有驱赶周客的费用 啊,律师这边开出来的账单 都是可以抵税的 但是他现在没钱 没钱去做这个事情 我们又不能说是我们趁的时候去做 所以说现在就是说是 我们可以租给他 到2026年的2月的时候 就是说是我们俩有两家协商的时候 可以租给他 但是他就是不签这个协议 他一个月租房协议 他一个月租的话 对我们来讲有没有什么不利的地方 嗯,像一般这样的 就是说你也可以让他现在就是签这个新的合约 一直到2026年的2月份 如果他不签,我们可以驱赶他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说他如果总是说他租房 包括就是说以前有很多的财务的纠纷 跟以前的管理人的话呢 我觉得呢,你一定要问清楚 找一个律师问好 到底是把他们驱赶出去 还是说让他们继续租这个房子到2026年的2月份 第三种情况呢 即使现在啊 就是说你现在的周约到上个月已经截止了 但是你说你看到的周约上面只有你跟你合伙人的名字 周克没有签字 那就说明这个周约是无效的 嗯,所以就说无效 那么他这边呢一定要签了一个新的周约 不然的话他到时候呢会赖账了 就是说OK,就是进了法庭 法庭里面就是说 哎,你那个时候你的这个周克都没有签字啊 那这上面周克也有一定的空间来找一些证据啊 然后你作为屋主来说呢 你也是这个帮你们管理这个房子的人,人员也都是不负责任 那到时候呢,你跟周克包括这个房子管理人都会被拖进来的 嗯,现在就是看到一个问题 嗯,所以现在就是说就像你说对了 就是两个人不能合伙买房子 真是 嗯,所以现在也很简单的 你们去找律师带上你的合伙人去问这种情况下面 我想律师会告诉你快刀斩乱麻 直接把它驱赶 对 你还不许装修好了以后 做一个更好的价钱 对 现在是说感叹的话有点难度 就是说对方就是我们的合伙人就是说他花这一两万块钱 所以他就是那意思是能租就租给他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 一个月一租给他的话 不写合同有没有问题 人家都说有很大的问题 有问题 因为这上面没有周科的也没有周科的签字 那这上面呢他就可以举报 哎,他是受害者 那 对,所以就说最好是呢 你跟你的合伙人一起去律师楼啊 问一下这个 就是说房地产的律师 房地产专业方面的律师 你不要去找那些刑事律师啊 找这个房地产的律师 他马上就告诉你最好的方案 基本上跟我们俩刚刚讲的差不多的 像遇到这种情况是一定要快刀斩乱麻了 不然的话你2026年有更多的 那个麻麻叉叉的 有可能他从现在开始他不交你周金了 一直到2026年 那么这上面他所有的财务交给那个房屋管理人 那是他跟他的事情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是这样子,对 所以就说这上面呢 律师楼给你的建议 包括我给你的建议 你都可以参考进去 当然以律师楼的律师建议为主 以你们交集啊这个法律为主 法庭为主,对 嗯,反正现在最好的措施就是说 快得到了 让他快点离开 嗯,是的 其实你们一起去问了律师以后呢 律师也告诉你大资的费用 那么这大资的费用 第一个啊 你跟你的合合人都可以抵税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说一开始出不了那么多 就是说到时候 或者是你先多出一点 然后这几个月的周金也好 或者是从房子的增值部分呢 你就多拿一点 然后加上利息 是这样 嗯,因为这个房子现在什么问题 就是说里面弄的就是跟个狗窝死的 破烂不堪 所以他们就准备不交房租了 对 各楼呢还住的人 那个电线呢 拿着乱七八糟 就是说我们很担心 发生问题的 哦,这就是电线是很大的问题 所以就是你要特别注意 其实我觉得有个很好的方案 你们去律师楼呢 也问一下 跟你的合伙人 那么呢 你自己贷款 一个人把这个房子 拿下来 把其他的这个部分 当然不能够按照现在市场的这个价钱了 差不多的市场的价钱 把这一半给你的 和伙人 你自己就 夫妻两个 把这个全额产权 这样是最好的 对 其实这个我们也想 但是我们觉得 觉得有点麻烦 不麻烦 律师那边很简单的 不麻烦的 你可以从银行里面 把你的真子部分就拿出来 就给他了 因为你的房子已经涨到这么多了 你到银行里面 银行里面 马上会给你个lite of credit 马上把你真子部分 哎可以啊没问题啊 就像重新贷款一样 把你全部贷出来了 比起你的现在是全现金嘛 很容易的 你先去问律师 不麻烦 因为我们是觉得什么 就是说说 觉得这个房子就是老外 他现在租出这个人吧 就是说六个孩子 还有一件更小的 有些十七八岁的小男孩 就是说说 是在一个 相对于远离这个城镇的话 能有十几分钟的路程 就是五亿亩的土地嘛 就是比较偏平一点 但是把房子的状况 搞得这么脏乱差呢 我们是有很好的理由 来请他们搬走的 对 所以第一时间 最快的时间去找律师 大概就在一两万块钱 是做这个事情 对律师会告诉你 律师会告诉你多少费用的 对 有什么风险 多少费用全部可以解决 钱的话 你不用担心你的 已经市场上面有这么高了 你直接去银行里面 银行里面 基本上可以把钱给你 你就把这个钱呢 就是给你的同伙 就是活伙人买这个房子 然后律师这边一公证 到县政府一公证 这个产权他没有了 那么就是都是你夫妻两个人的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是 之前的时候问过律师 律师给我们要这个房产账 我们没有原件 只是一个他给了我们一个连接 你觉得这个 没有问题 在美国呢不需要原件 因为产权公司 或者是律师楼 他联系的产权公司 随时可以把你的这个 买房的也叫做title 就是产权随时印出来 就可以了 不要原件 福音件都可以 之前他就是说 他老外早这个人嘛 说什么意思是 必须要原件 好像那个东西 就是随随于福音件不好用 不可能 不可能 在美国 这福音件都可以用 在网上都能查到 这个房子的话 这个房子现在的主人 是我老婆和另一个中国人 在网上都能查到 你查这个房产的话 就是他俩人持有的 那这个东西在中国也是 那我翻成张金额的话 我就不可以补办了嘛 不用补办 就是你找一个产权公司 把你印出来就行了 不需要原件 这样子 印出来我们呢 我们有 就是福音件有 福音件有就行了 这个你放心 现在这种情况的话 就是说我们告的话 再去做这个事情的话 就是对那个卖房子给我们的人 他一方两脉 有没有什么法律上的责任他 他一定会要把钱 退革周克交给他的钱 对 如果他不告他的话 一定要退回去 不然的话 第一个 这上面有 就是在法庭上面 他一定输的 第二个呢 他要赔你们两家的精神损失费 包括你现在驱赶这个周克的费用 也可以要求他来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如果他是有执照的 在某一个行业 他这个执照 有可能也会被吊销 但是现在 现在就是说是 这个老外去咨询这个律师 这个律师 你知道他说啥 他说这个 就是现在卖房子 给我们这个老外 白人 他就是说有好多人告他 就是用这种方式 收了别人的钱 然后呢 最后不退给人家 或者说怎么那么低的 就是说有好多人在告他 有这个房产上的纠纷 就是他 他在那个周围的话 不是说说 就是一个 一个两个的客历 而是好多人 OK 他像这种情况呢 你有这个证据 那就 你就没有任何的担忧了 那么就是这个租客 交给他的押金 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 他自己跟那个管理人员去要 那么租客 会不会再给你交租金 那么你要听一下你这个 驱逐 周客的这个律师的讲法 对 那么说明这个房管人呢 就是有很大的财务问题了 这个房子现在是一种什么状态 就是说 空调不好用 就是说说那个化分池 那个流到别的地方去 他已经改到了 没有 原来化分池堵了 这些东西 我们都是不知道的 房子也漏 那房子屋脚有30年了 嗯 把他关了他 所以现在呢 就是说只要周客要求你们修理 那么房子现在里面的状况是这样呢 请律师给他们写信 请他们搬走 他也没有说这个房子 就是说目前发生的状况 是我们之前的时候 我们一看这个房子很麻烦 我们就找了一个人想卖给他 结果这个人呢 去房间的时候 就是说拍了很多照片 跟个狗窝似的 他们都不在房间里面住 空调也不好用嘛 热 都在大厅里面睡 打个地铺在那睡 他还不让我们进去 就是这个房子 门口挂了个牌子 不让任何人进去 哦 那就是这样的了 你就是尽快的时间去问这个 驱逐周客的律师 房地产的律师 他会给你最好的建议 嗯 老弟我跟你说 这个钱是小问题 最好是把自己的产权拿回来 对 现在是原来是他打算不另一半卖十一万卖给我们 但是呢 就是说说他又觉得麻烦 又觉得十一万六的话 如果能卖给对方的话也可以 等一下等一下 嗯 你说 你的房子不是买了吗 怎么又十九万六卖给你呢 不不 十九万六卖给对方 卖给现在住房的人 因为之前他他和那个卖给我们房的人写了个协议嘛 2026年2月份之前十九万十九万六买这个房子 他又觉得你跟我说说你现在住这个人能十九万六 就是不这个房子买下来的话 那我们也认 但是现在我们担心的是这个人没钱买这个房子 他现在已经生病了 并且很重的病 他这个买房的合同是跟你们签的吗 不是 是跟那个之前卖给我们房的人签的 就是说 那你有什么那个呢 他的钱不会交给你的 他会交给卖房子的那个人呢 你还不明白吗 现在就是住房的人 说是他不给我们签任何合同 他只履行他给之前卖房的人签的合同 但是和我们一起买房这个人 他又觉得 那我们打官司又花一两万还不愿 那你就你想这么说的话 那就这样做 我们可以每个月收房租 你想不签合同的话 那也可以 你只要给我房租就可以 到2026年的话也可以 只要他OK 只要他交周金 我刚说了 都没问题 如果你们两个可以结束 但是 你说这个周克在买这个房子的合约上面 没有你们的名字 是他的名字 你们没收不到一分钱 你怎么能让他卖呢 他是屋主 你们不是屋主吗 你们是屋主 这个管理人不是屋主 所以他用这个合同是有诈骗的嫌疑 你一定要终止这些 你现在不终止好 到时候这个周克说 我把所有的钱给了以前的这个 屋主 以前的这个管理人 那么以前的管理人 有可能出现什么事情 不见了 那么这个钱 诶 这个周克就找你们要19万6 但是你们又没有拿到19万6 为什么这个钱周克没有给你们 他1400是他之前给的压金 就是这个房子他2026年2月份之前可以买 但是他写的协议是你2026年之前买的话 是19万6 买这个房子 他已经加上了3万5的 一共是22万7应该是 现在我就是问你 他的购房合同上面 有没有你太太跟你太太合合人的名字 他们都不知道这个合同 OK 这就不存在 赶快快到斩乱麻去问律师 不然的话你这个这个 到时候你的房子都失去了 那拖一段时间就是房子都失去了 最后快到斩乱麻来做这个事情 让律师赶快进来 对 不然的话你的房子都失去了 拖着越久越麻烦 很麻烦 很麻烦 对 虽然说钱不是很多 十几万 但是大家都很辛苦赚到的 去问律师 不然这里面有很多很多小的麻烦 真的 我还是立即碰到这么奇葩的 他在房子里发生风险的话 那是不是这个责任是我们的 是的 嗯 因为这里面就说你要 你跟你的伙伙人每年要买房子保险 他有没有买周科保险 这里面都是很重要的 对对对 那房子屋后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小的一个平堂 就是说那如果是小孩的话 发生事情 那这个是不是也跟我们有关系 那当然呢 他要索赔 他要索赔 要索赔 所以你现在尽快的时间去问律师 律师会给你最好最好的建议 嗯 好的 我明白了 谢谢你 不客气 不客气 你这边后续的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了 到时候我们再一起来沟通 啊 好的 对对对 好的 谢谢谢谢 一切安好啊 好的 谢谢 好拜拜 拜拜